現在畫面中呈現的紅色的是我們的機器人 綠色的部分是我們障礙物 那藍色的部分呢是我們終點的部分 那現在畫面中機器人呢 他會朝著終點的部分走去 然後他不斷的接收來自 仿生視覺系統給的訊號 所以他能夠立即的做出判斷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呢 現在整個地圖被移動了 那地圖移動之後 機器人他也立即的改變他的行走路徑 那一樣能夠往終點前進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不斷的接收 我們的仿生視覺系統送過來的訊號